各位官员,有请这个杨秘书长,还有博士馆的理官长 杨秘书长,还有我们的理官长,请 众位,您早,您好 秘书长好 这个我是原住民,平地原住民 这个我们的险期是全台湾 常常有人说,我们的险期跟总统一样 是跟总统一样,但是我常跟他们说 原住民的险级跟总统 我们原住民有两个不如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从总统府 民主长,你从总统府走路一直到信义路的最后一段 你可能走一天,你看不到一位原住民 但是总统他只要走的话 只要是20岁以上的险民都是他的险民 那我们不见得看得到 因为我们的陕级在所有的都会区 以新北市来讲就有24000个险民 在新北市,29个区 当然我们险期是全台湾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我们第二个还有不如的 第一个,总统比较优势的地方 总统优势的地方就是他只要 总统候选的,不管是哪个党派 他只要一出门 媒体啊,媒体就会跟着他 他只要一讲话,媒体就会报导 我们出去不会有人跟了 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整个行程的一个安排上 就我自己当过事务官了 当过这个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常务的副主委 我当副主委的时候啊 有公家的车子 有配车 你有配车,对不对 你有特别费 当初我也有特别费 然后呢 你有这个官社 你有官社 你要出差 到了当地,譬如说到了台南 住台南旅馆 有住宿费 可以申报啊 这个都是在你的预算书里面都有的 立法委员可没有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冤枉啊 被一杆子称为9A立委啊 是很冤枉的 像我星期六啊 在花莲跑了三个行程之后啊 再坐火车到宜兰 宜兰参加宜兰的阿美族的丰年祭 然后再坐首都客院到台北市 然后再坐车到新庄 新庄有丰年祭 晚上再去桃园到大远 参加结婚的 然后第二场结婚的在基隆 当然还很多结婚的 我分身乏力 但还要请很多的助理 你有特别费 我没有特别费 总统府有 总统有很多国务接要费啊 立法委没有啊 尤其是我们减期是前台湾的 所以你要跟总统报告 最近大家一直讲说 总统你要出面啊 人家出面啊 要看事实的状况 台北市没问题啊 它两个区啊 大安区跟什么区 两个区就这么小 我们是前台湾 前台湾 这个总统秘书长请坐 是 那个李广长 根据你的法定的执掌啊 是要 转修国史 台湾史 极重要 史料之 审定 汇编 在你国史馆的 本身的经费 这几年 有没有投入到 原住民族的历史的编撰 向委员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台湾省文献 我现在讲的是国史馆 文献馆我很清楚啊 文献馆是我们的附属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问的是国史馆 嗯 这我们 你的 你的 你的法定执掌啊 台湾史 是你的法定的执掌 没有错 这个 一方面是台湾文献馆 分担了我们台湾史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编过原住民的史料会编 这个是对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 什么时候编的 这个应该是在 请那个 文献馆也起上来 张管长 那个李管长你继续说 简单的说 好我来说好了好不好 即使是台湾文献馆 所谓的 这块岛以上 到底你认为是站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李管长 我想我们这个会继续努力 不是我问你的是 台湾史 就原住民族来讲 是应该要占怎么样的一个地位 它应该是国史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讲台湾史不要讲到国史了 因为台湾史都做不 你说 因为台湾史也是国史的一部分 我们不要再文字 我现在是讲原住民族的历史 在台湾史应该占怎么样的地位了 我想应该是很重要的 好很重要 那个张管长 你过去也在国史馆 我们也曾经合作过 有关台湾光复节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当初啊 你也很清楚 国史馆 台湾文献馆 竟然不愿意接 整个台湾光复的历史的一个 呈现的一个展览 刚刚李管长 你那时候还没有到任 那现在台湾文献馆 这几年来 当然我站在原住民族的立场 站在行政言民会 过去服务的一个立场 还是要谢谢台湾文献馆 因为你们比较专业 但是我希望文献馆 你不要只是拿言民会 言民会的经费非常少 部落的历史 整个所有的台湾的原住民族 各个部落的历史 你每一个每一个去做 全部做完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 这个张管长 你认为呢 报告委员 事实上这个 我们从93年开始 一直到97年 我们有第一期的 跟原民会 我知道 后来现在是 我们谈未来好不好 你未来打算怎么做 我们未来的部分 在97年到 这个98年到100 那还是过去 03年 我们现在会到103年 现在事实上已经有几个计划都在推动的 那我们譬如说 你自己的经费 能投入多少 今年度你能投入多少 你们自己的经费 我们的经费 你们的经费 这个2200多万的业务费 您能投入多少经费 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原民会 我们会各出一部分 不是完全是有原民会出的 那个张管长 这个我过去在台湾省政府服务很多年 那文献馆我上去 那文献馆我上去 相关的这些展 原住民的部分还是太少 还是太少 这个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 那费用的部分我们会再来考虑 李馆长 你作为一个国使馆 你还要去协调 不只是 你要指示 指挥这个文献馆 你还要协调什么 文化部啊 文化部有很多的馆 重逢复复 就是少了原住民 有台湾的博物馆 就在新公园这边 还加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 在台南 加个历史 在台东有个史前博物馆 如果你上个网站 去看他们的相关的展 你就会发现 全部都做 不是他 大部分 很多都不是 他主管的业务 跟台湾的历史 原住民的部分 更是为夫其为 所以作为一个国使馆的馆长 各相关的这些馆 要怎么样去统筹 统合 你不觉得吗 我念了老半天 没有一个台湾的 原住民族的博物馆 你没有发现吗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 不觉得在台湾这个 这块土地上 竟然没有台湾 原住民族的博物馆 作为一个国使馆 你的执掌 你的执掌是包括台湾史 所以你不是只有站在你这个一个小范围 你要整个 整个从台湾整体的立场 来去看这件事情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 也请这个文献馆这边 这个原住民族的历史 绝对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且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少 请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